上回说到贾西春挂账挂在哪 挂在贾静的账上对吧 但是尽管西春不是贾静的 他属于外来物种 但是他和贾珍是同一个母亲 这是肯定的 而且贾珍的母亲也就是贾西春的母亲 在生下贾西春以后不久就死了 林黛玉进荣国府的时候 那时候西春尚小也就四五岁 而此时 西春的亲侄的贾荣都已经成家了 就是娶秦克卿的那个王 别骂人了 亲哥哥的儿子都已经成家了 自己才四五岁 因此你算算这个亲哥哥得比自己大多少岁 至少三十岁得有吧 那么我假设贾珍的母亲 我假设十五岁生的贾珍 那么再加三十年 那么贾珍的母亲是不是大约四十五岁左右 生的西春啊 如果再给他往大了说一点 那就是小五十岁生的西春 而贾珍的父亲贾静 常年修到钟南山 当然钟南山我是比喻啊 他老婆怎么怀的孕啊 和谁怀的 这个其实贾府的人全部都知道 只是我们读者不知道啊 作者故意呃卖了一关子啊 留了一个血念 按这么说 西春是不是野种啊 是不是属于外来物种入侵啊 而他的父亲是谁 理论上谁养他就是谁的 那么谁养的西春 贾母啊 红楼梦四春 圆英探西的前三个都是贾母的亲孙女 咱不管嫡数啊 都是贾母的亲孙女 只有四姑娘西春不是 圆英探三春是荣国府的 而西春是宁国府的 她是名义上的贾静的女儿 贾珍的妹妹 贾代化的孙女 宁国府的创始人贾眼的曾孙女 而圆英探三春则是贾舍和贾正的女儿 贾代善的孙女 贾代善就是贾母的丈夫啊 也是荣国府的创始人贾元的曾孙女 宁国府的创始人宁国公贾眼和容国府的创始人容国公贾元 俩人是亲哥们 这是第一代 第二代 宁国府贾代化 是经营节度使 世西一等神为将军 第二代容国府 贾代善 也就是贾母的丈夫 世西容国公 没有地匠啊 等于是容国府两代容国公 第三代 宁国府贾静 以卯克进士 很厉害啊 后来辞职不干了 进玄珍观 炼丹烧拱 就是研究那个长生不老的新药去了 死后追赐无品官 第三代容国府 长子贾舍 世西一等将军 四子贾正 皇上体恤啊 额外赐了一个主事之职 后升任 公布袁外郎 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的司长 纵四品或者是整无品吧 官不大 第四代 宁国府就俩人 兄贾真 妹西春 容国府的大老爷贾舍的儿子 贾脸贾从 女儿二姑娘迎春 二老爷贾正 大儿子贾猪 也就是李丸的丈夫 二儿子贾宝玉 三儿子贾桓 大女儿贾元春娘娘 二女儿贾探春 咱俩哪算哪 有人说你说这些和杨小叔的有关系吗 肯定有啊 人物关系介绍清楚了 才能够更好的确定谁的来路不明啊 红楼梦 七个姑娘 三个外来户 薛宝钗 林黛玉 史香云 来路都没有问题 唯独贾府的四个姑娘 其中只老四四姑娘 贾西春 来路不正 她本是宁国府的正牌大小姐 却养在荣国府十老太君贾母这 我不说了吗 谁的孩子谁养 她应该是贾母的亲孙女 也就是说 不是替贾舍养 就是替贾正养 她不是贾舍的女儿 就是贾正的女儿 等于贾母是替儿子养女儿 养她的亲孙女 根据红楼梦里的人设 老色鬼贾舍 他就喜欢年轻女孩 岁数越小越好 但是贾正不是 红楼梦里的人物名字 都是有谐音的 比如贾桓 桓就是坏的意思 比如说真是隐 不就是真事隐去吗 真应连 真应该可怜 霍启霍启枭强 贾宇村不就是贾宇村吗 交姓不就是侥姓吗 逢冤不就是恰逢冤屈吗 恰逢冤情吗 秦可卿不就是秦可卿吗 秦可卿的弟弟秦忠 不就是秦种吗 妙玉不就是妙玉吗 瞻光不就是瞻光吗 善骗人不就是善骗人吗 不是人不就是不是人吗 那么贾正不就是贾正景吗 因此说养小叔子的小叔子 非贾正莫熟也 也就是说 贾正上了四五十岁的老嫂子 也就是贾真之母 贾静之妻 没想到身怀六甲 最后生下来是个女儿 生孩子不久呢 这个老嫂子就死了 我估计这个贾正啊 给他父亲报喜的时候 也得说 老爸 我妈给您添了一片仿草地 她破例给您生了一个闺女 贾正 肯定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因为他知道他们有过旧情 这个呢 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啊 这个事贾正知道 贾母知道以后赶紧把孩子抱过来 祖母也就是奶奶呀 养亲孙女 肯定没毛病吧 我这三个呢 加上你四个 你们四个都是我的亲孙女 都一样 可不都一样吗 你儿子贾正经的女儿 那可不也是你的亲孙女吗 要不说贾静死的时候 你看贾母咋哭得那么伤心啊 实际上贾静是他侄儿 他不至于那么哭 而贾母哭得更多的是歉疚啊 我小儿子上了你的 是吧 我对不住你了啊 这侄子 而且你看这老四啊 四姑娘贾西春 绝不和宁国府来往 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哥哥贾正 也几乎不来往 番茨这种种都至少说明啊 原因叹息的老四四姑娘西春 来路有问题 他被贾母养在荣国府 几乎不回宁国府 那是因为他就认为我就是荣国府的人 宁国府他不是我的家 因此说 《红楼梦》里 爬灰的爬灰 是贾真和儿媳妇秦可卿 而养小叔子则是贾静的夫人 他养的不是亲小叔子 他也没有亲小叔子 而是书白小叔子 贾正经 贾正事业 OK就到这儿 我是肥猪猫娘老李三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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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